大家好,我是洛峰林 这两天约翰尼德普的粉丝应该很伤心 因为德舒跟前期的官司终于出了结果 法院判定德舒家暴实锤 德普方面则表示会继续上诉 而在现如今比较敏感的好莱坞 隐形的生活对于事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华纳方面随即就做出声明 要求德普退出哈利波特外传的第三部 《神奇动物在哪里3》的拍摄工作 这已经不是德普丢掉的第一个大片项目了 之前外媒已经有传闻说 迪斯尼正在考虑重启加勒比海盗系列 德普饰演的杰克船长不会回归 新版很有可能会寻找一位女性主角 当然这之前还只是传闻 而今看来可能性更大了 就像所有曾经的影视巨星一样 德普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低谷期 他会是像尼古拉斯凯奇一样 陷入泥潭再难脱身呢 还是会像阿汤哥一样 未来能够凭借着敬业精神重回巅峰呢 目前还不好说 但是这次的宣判 无疑对于他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虽然德普被迫辞演了神奇动物3 不过因为德普跟华纳在之前签署的协议 德普依然能够从华纳方面得到1000万美元的偏酬 据说德普已经为神奇动物3拍摄了少量戏份 但是这些戏份显然很可能会被删除 而除了额外的支出 华纳还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重新选角 格林德沃这个角色将会是神奇动物中的主要反派 而华纳需要选择一个新的演员来取代余罕尼德普 虽然有粉丝表示 在第一部中试验格林德沃伪装的魔法部长的演员 克林法瑞尔就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克林法瑞尔目前正在拍摄新版蝙蝠侠 他在片中试验反派企鹅人 所以档期决定他不可能回归试验格林德沃 而外媒最新报道 人称卖书或者拔书的隐形 麦斯米克尔森正在跟华纳洽谈出演格林德沃 来自丹麦的麦斯米克尔森 现在已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了 他因出演每句汉尼巴而著名 在皇家赌场狩猎等片中都有精彩的表现 近年来出演过奇异博士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他也参与了小岛秀夫的死亡搁浅 果真另起来出演格林德沃的话 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